哈囉大家好 我是巧竹 今天木枝鐵狼要來帶給大家的是 日常養夫的三個步驟 馬上歡迎到的是我們的謝寒穎醫師 歡迎醫師 大家好 我是謝寒穎醫師 醫師自己有小朋友嗎 對 我有一個兩歲的小寶寶 那是這時候正可愛的時候耶 所以我也是可以很了解就是新手爸媽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真的是 都不懂 真的是不懂怎麼照顧 因為覺得這個新來的小生物這樣子 小朋友很多由爸爸媽媽帶來啊 通常會最多問你什麼樣的問題 額科比較常見就是跟皮膚相關的問題 然後寶寶最常見的大概就是 皮皮疹的部分 再來就是皮膚方面的一些疾病 例如說皮膚發炎啊 皮膚癢啊 口水症啊 肝啊 對 或者說一些過敏的問題 這些都是在額科最常見的皮膚相關的問題 那我可以問一下 其實像現在就是新手爸媽 畢竟第一次帶小朋友 所以真的不知道說到底在家裡啊 居家如何做好好的照護 所以我們要特地來討論一下 如果你是新手爸媽的 我們有必備的三個SOP的步驟 沐浴啊 再來就是我們的潤膚保濕 以及我們的屁屁照護喔 第一個最重要的SOP就是沐浴清潔對不對 那在選用居家這種清潔商品啊 醫生你有沒有什麼可以推薦 寶寶的清潔用品的話 其實要非常注意的是 它的成分的部分 然後還有就是對象的部分 大人的我們有一些可能比較刺激性的東西 那就要特別注意 真的 很多人都會例如說全家大小就用那麼一罐 寶寶的皮膚它其實保護力並沒有像大人的那麼好 像新生兒剛出生的時候 其實它保護力不到我們大人皮膚的一半 那這個時候清潔用品其實就很重要 尤其是在一些像我們腋下啊 皺褶啊 或是屁屁啊 有一些藏污納垢的地方 那我們這時候就要特別注意它的清潔 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們的木汁舔狼的 木汁又系列的多木霜解乳 大家可以看到喔 這個我覺得它很厲害 因為它在清潔上很簡單 我們就是從頭可以直接洗掉腳 一罐就搞定了 那重點是我們配方很溫和沒有造鹼 專利的成分有機酪梨褐和活原糖 因為小朋友的肌膚很薄 所以我們要加強它的保濕度 強化我們的屏障 然後再來呢 看到保護力的部分 我們清潔完會再做這個潤膚保護的動作 注意就是像天氣啊 溫度啊 濕度啊這些東西 那不管怎樣 因為它保護力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們會建議要選用適合寶寶的乳液的部分 像我們的木汁又呢 爽生潤膚乳啊 就還有這個專門給寶寶的乳霜 臉部的乳霜 可能你天氣很熱 很乾燥 那天氣突然很冷 濕度增加了 溫度濕度的差異大的時候 這時候是不是肌膚就很容易出問題 對不對 這時候就要特別注意就是 因為寶寶皮膚很脆弱 所以我們有專利的成分 有機酪梨的褐和活原糖 你看除了加強保濕度之外 氣候變化這種東西真的是沒有辦法防範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 加強我們的肌膚的保護力 馬上來先試一下給大家看 擦完是非常好推之外呢 很潤 然後很舒服的感覺 就是會透氣這樣子 這個就還蠻重要的 因為像台灣的話外面天氣濕度很 對那一下子很濕一下子很乾的話 其實對皮膚來講都是 其實負擔負荷還蠻大的 你皮膚開始出疹子了 你的屁屁開始有尿部疹了 你屁屁 尿部疹要怎麼辦 小朋友的皮膚在屁屁那個地方發炎了 那發炎的原因的話 常常就是因為我們的尿部太悶熱潮濕 悶在裡面 那是會造成皮膚發炎的這個現象 那除了我們前面剛剛講的就是清潔 潤膚這些很重要的之外 我們要把屁屁清乾淨之後呢 我會建議說我們要擦一下那個屁屁膏的部分 我們俗稱叫做屁屁膏 VBC全校護膚膏 對在這個時候是我們要預防 它在沒有病沒有症狀皮膚沒有發炎的時候 我們要做這是預防的動作 那這個時候我會建議說我們可以擦這個護膚膏的部分 因為它很溫和 所以就拿來擦在我們皮膚最敏感最嫩的地方 可以預防 然後也可以舒緩可以修護 稍微隔離一下我們的大小便啊 現在馬上要來示範給各位看 就是如果我把這個護膚膏帶回家 那我到底要怎麼幫小朋友擦在我們的屁屁上 大概就是像這樣對不對 對 那不要像這樣子 把它擦完塗開之後 要有一層白白的保護在上面 這邊 像這樣子 大概就是像這樣 範圍的部分 我會建議就是大概就是從肛門附近 到整個屁屁附近 就是只要有可能會沾到我們大小便的位置 其實都要碰到 好 這就是我們的VBC全校護膚膏 當然剛剛有教到呢 新手爸媽必備的SOP三個步驟 墨浴 潤膚以及我們的屁屁照護 今天才很感謝醫師跟我們分享 當然墨汁田狼呢 70多年以來呢 都有非常多的專家 是真的直接看到有效果的 而且每一瓶都有450到以上的測試 我們還有這個舒田狼的敏弱系列 以及舒田狼系列可以來做選擇 對 那像敏弱系列的話 跟我們這個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 大部分的寶寶可以用的是一般的 我們講的就叫做一般系列 那敏弱系列這些的話 可能就針對說有一些 異味性皮膚炎的寶寶 或是說他皮膚非常敏感的寶寶 其實可以嘗試 讓他會更溫和 然後更適合一些 就容易有皮膚炎的 這些小朋友的部分 像我自己小朋友 就是用墨汁舊系列 其實就覺得 就很適合這樣子 非常感謝醫師的分享 那也歡迎大家持續的選用 墨汁田狼